五星期鮭魚料理秀 超審食的燕客菜 歡迎MASS師傅 帶來的鮭魚料理 第一道燕客菜叫做什麼 奶香豆酥鮭魚 豆酥鮭魚 奶香怎麼融合在一起 因為我用鮮奶來做表現 一種白醬的概念嗎 也不是 很特別 奶已經滾了 對 我們鮮奶裡面 先加一點點的鹽 鹹度要夠 鹹度要夠 三口 你那個鹽不用融嗎 他先大會兒就會融 這應該是貝的鮭魚 還是這樣 好酷哦 先把鮭魚放在奶裡面煮 你的牛奶是不會用 對 當然的牛奶是不會用 對 只是放在裡面 整間一些有味道 等一下會再放蛤蜊 然後青菜 然後香菇 那牛奶鍋 那就叫牛奶鍋了 火鍋 來 我們乾燒一下 直接花了一分鐘 鹵筍 鹵筍 乾燒一下鹵筍加點鹽是吧 鹵筍跟黑胡椒對不對 對 一點胡椒一點鹽是吧 目前還沒有想要考慮 做豆酥的樣子 還沒有 然後一點點酒 這真的來得及嗎 可以 鍋子裡面我們放一點點的 它速度明顯加快 奶油 慢慢變快 對 蒜末 待會兒就看到它一直亂丟了 沒有亂丟 然後它槍 開始抖 蔥末 蔥 薑 蒜 蒜 然後 微微的炒香一下 有 有要加快 這邊 你看 排盤酥子也加快 你看 它等了一下 這個就是 八九分熟了 對啊 熟了 都熟了 我聞得到 那個奶的味道好香 兩分鐘 熟透了 比較飽 你看它的彈性就是這樣 來 這個豆酥 比較特別一點點 這個豆酥 我先炒過之後 我們低溫讓它下去 貝多哥猜到了 他說直接拿 來 豆酥 直接拿出來 不是 這樣子烘過的豆酥 它的含油量更低 然後而且很脆 有點像我們吃那個羊排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外層 會裹一點麵包粉的那種感覺 那數最後一分鐘 再把它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 鮭魚其實已經用牛奶下去 讓它整個就是變得比較濕潤 大膽的疊上去 就不知道它那個掌握的 鮭魚的熟度掌握得怎麼樣 鮭魚熟度是沒問題的啦 它剛剛在裡面待了兩三分鐘耶 可以啦 然後我們再撒一點點的 金箔脆片 所以水分是有的 然後插個盤子對不對 我今天還有時間插個盤子 還可以插盤子耶 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 完成了 好 應該有一點乾吧 會不會 我跟妳講 豆酥不要吃再大口 它就不會很乾 你需要喝水嗎 那邊有苦茶 不是 哪一味重不重 沒有 只是你心啊 我覺得鮭魚可以不用泡那麼久 對吧 是 但是它的豆酥 就是很脆 一點都不用力 一點都不用力 沒有 我是覺得它的 鮭魚要泡那麼久 因為它沒有生死條件 你不要全吃 對不對 對 掌聲鼓勵 謝謝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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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